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哥 你的磁磚款式很新 哪一家? 不是老友Arizo 阿明的超瓦磁磚 我幾乎登尋人的廣告找他 超瓦磁磚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瓦磁磚阿明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一群老友歐洲進口的磁磚 全面特價真的好划 那我去找Erik阿明吧 超瓦磁磚在134-2533 Avenue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到下午6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珍珍導演 今天是美東視電台的開幕 非常榮幸地在這裡 祝你們開台快樂 祝你們生意興隆 祝你們繼續充滿創業 做多些好節目給大家看 MING PAO 滾滾滾長江東細水 浪花逃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百發如潮江東 百發如潮江主上 凡漢秋月春風 一壺俗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刀符笑談中》 一部三角顯義 是廣述藝屬吳三角的歷史 由東漢寧帝中漢元年 即是公元184年 黃金起義那時開始 五角滅亡那時 一隻寫到晉武帝太康元年 即是公元280年 五角滅亡那時為止 三角顯現這段歷史 足足維持了差不多一個世紀 那麼長 而相距現在 也有千多年的歷史 不知多少英雄豪傑 也都已經化為烏有了 但是他們的事跡 就好像滾滾長江 一直流傳到今日 現在講起 桃園結義 三英戰旅報 火燒赤壁 綠出奇山等 都是非常之為人熟悉的 至於是否聽完講完 就得一口笑呢 我看就未必了 古時呢 一個朝代的盛須興亡 一個人物的成功失敗 都總是令到我們 會得到啟發和回憶的 好了好了 閒話休題 言歸正傳了 現在呢 跟大家講一下 天下大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怎樣呢 周朝末年 七角紛爭 後來呢 秦朝統一天下 秦朝覆滅之後 又到楚漢紛爭了 然後呢 又併入漢朝 漢朝 是由漢高祖劉邦 斬白蛇起義那時候開始的 然後就一統天下 中間 經過少少波折動亂 後來光武中興 就傳到憲帝 然後就分為藝屬 吳三國了 那大家說 是不是就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呢 那為什麼到了漢憲帝的時候 那時候才分為三國呢 出現這個動亂 都是由緣帝和寧帝這兩個皇帝開始的 那個漢緣帝 信了那些親信太監 即是那些宦官 那些宦官 就形成一股權勢 來迫害那些好官 後來緣帝死了 由寧帝職位 他本來有兩位大臣的 一個是大將軍鬥帽 一個是太傅陳范 共同輔助他的 當時有一幫太監 就是曹哲等等 在那裡搞鬼 插手朝政 鬥帽和陳范 就想殺了這幫人 誰知道這個計劃洩露了出去 反而被曹哲他們害死了 從此之後 那幫太監 就愈發尊頑了 這樣一來 那個貞國當然是亂頂的了 在這幾年裡 出現了很多怪事 在建靈二年 即是寧帝繼位的第二年 是公元169年 4月15日 寧帝就在溫德殿登殿 剛剛就坐在籠椅上面 突然間 一陣狂風 嘩 嘩 那催起上來 升起一條大青蛇 在大梁上面飛下來 盤禮張龍耳樹 誒呀 嚇到皇帝跌在地裡 那兩邊的太監 急急地扶起皇帝 送他回到宮 文武百官來了 嚇到臉都青了 全部都扔走了 一會兒 這麼久 青蛇突然就不見了 青蛇不見了 不是代表沒事的 然後忽然間 大雷大雨 加上還下冰箔 一直下半夜才停 損壞的房屋 都不計其數那麼多 這裏就一見了 到了建齡四年二月 即是兩年之後 在洛陽地區發生地震 同時有海水泛南 沿海的居民 全部被大浪捲入大海裡頭 過了七年後 那時候已經過了年號 叫做光和元年 有件事很古怪的 就是雞蛇變成雞公 在六月初一那天 有一套黑氣十幾像牆 飛了入溫德殿裡頭 到了七月有一天 有一條彩虹在玉堂那裡出現 一條彩虹一現 五元三岸馬上崩裂 這就嚇壞人了 這些不吉利的事情 陸續地發生 那皇帝就問那些大臣 到底這些異常的災禍 是何時發生的呢 當時耳郎賽翁 就寫了一個報告 呈給皇上 賽翁就認為彩虹出現 散崩地裂 雞那便雞公等等 都是由於皇帝皇后的奶媽 以及太監這一類人 關於國家正事 掌握實權所引起的 賽翁這份報告 就說得非常直率的 皇帝看了 唉 長嘆一聲 然後走開了小便 吵捷這個家夥呢 他就是一個掌握實權的太監 他偷偷地看了賽翁這份報告 嘩 你這麼說 得了的 曹哲呢 就把這件事說了給同伴聽了 沒多久之後 他就走去整股賽翁 捏造一個罪名 削了他的官職 還趕了他回鄉 那有些人又會問 到底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兆頭 古人寫小說 講故事 很多這類說法 這些都是由於古時候 科技不發達 那些人對自然現象 不能夠解釋的時候 而編出來的神話來的 而因此 還形成了一種迷信 在這部三角顯義裡面 講神講鬼 講古講怪的地方 就很多的 那如果你信以為真的話 那就不必了 講完這幾句題外話之後 又言歸正傳了 那後來呢 張揚 趙宗 封衰 段歸 曹子 喉嵐 展石 晴曠 夏雲 郭勝 這十個大太監 就憑備為奸 號稱十上士 皇帝對那個張揚 尊敬信賴得不得了 還稱呼他做阿父 那結果呢 國家的事情就一天衰過一天 以至尖下人心思戀 道賊風起 當時 在巨陸郡這裡 就有三兄弟 一個呢 就叫做張寶 一個呢 就叫做張亮 而大老呢 就叫做張國 張國是個什麼人呢 他呀 本來是個不遞秀才 考也都考不到 做不成官 就上山採藥了 有一天 他在深山裡頭遇到個白夜公 這個白夜公面色紅潤 眼蜜就碧綠色的 抓住條拐掌 還叫張國跟他進山洞裡 送了三卷天書給他 這個白夜公就說 你三卷天書 叫做太平妖室 我現在就把它送給你 你呢 就要宣傳天意 抱救世人才好呀 如果你有壞心呢 就一定會有惡報的 接著張國就問 請問大仙的寶號 怎麼稱呼 我呀 我就是南華島先 說完了 那個老翁就呼一聲 化了一陣清風 就不見了 張國得到這三卷天書之後 一夜的鑽然確實 死的咪 逐之被他鑽通了 居然呢 就能夠呼風喚雨的本事 他自己呢 就專稱為太平道人 到了中平元年 就是公元一八四年 這一年呢 是甲子年 在正月的時候 疫症流行 張國呢 就施捨符水同行醫病 自己還改了個名字 叫大賢良師 跟著呢 又收了五百多個徒弟 他們混由四方 個個都會畫符念咒醫病 最後 張國的徒弟 就越來越多了 張國呢 就設立了三十六方 大方 萬幾人 小方呢 也有六七千人 每個方呢 都安排了人做首領 個個都叫做張軍 張國呢 就叫他的徒弟 到處散播幾句說話 怎麼說呢 就是蒼天已死 黃金當立 水在甲子 天下大吉 這樣啊 還叫老百姓 在家的大門上面 用白粉 寫著甲子這兩個字 當時 在青州 幼州 徐州 旗州 正州 揚州 燕州 御州這八個州裡面 家家戶戶 都安放了大賢良師的牌位 個個都拜他 張國呢 還派了他的心腹死黨 叫做馬元義 帶了很多金銀財寶 去結交十常市之一的風衰 買通他來做內應 有一次 張國就跟他兩個弟弟商量 就說了 最難得的 就是民心而已 現在 民心就已經歸信了我們了 如果還不乘機奪取天下的話 那就真是笨了 於是 他們一邊偷偷地 做定黃旗 約定了日子 就實行喜事作反了 而另一邊 又派了他另一個徒弟 叫唐舟 帶著封密信 去通知風衰 誰知這個唐舟 就臨時反水 他沒有去找風衰 就直接走去官府報信 這件事就暴露了出來 皇帝呢 就立即命令大將軍何俊 就帶兵去抓了馬元宜 就殺了他 跟著呢 還抓了風衰這幫人 還困了進監獄 而張國呢 聽到事情既然敗露了 不理三七二十一 一遇就起兵了 而自己呢 還叫做天公將軍 張保呢 就叫做地公將軍 而張良呢 就叫人公將軍 那他們對那些民眾宣傳就說 漢朝的運氣 走快結束了 現在 有個大聖人出世 你們的民眾 一定要順從天意 跟隨正道 共享太平之樂 而當時百姓的生活呢 也是極其艱苦的 所以他這樣宣傳 一時之間 四面八方的百姓 有四五十萬人 個個呢 都紮住了黃色的頭巾 跟隨張國造反 接著 黃金的聲勢呢 就非常之好大了 官兵呢 就望風而走 不敢跟他打 何俊呢 見到黃金的勢力 發展得這麼厲害 接著呢 就稟告皇帝 火速下道聖子 命令各處地方 準備還擊 殺賊立功 那樣 同時呢 又派了中郎將奴席 黃浦松 朱俊 就兵分三路 進攻黃金 那現在又說說張國了 他有資軍隊 正在進泛歐洲 那歐洲在哪裏呢 歐洲管的地方 即是現在的河北省的一部分 以及遼寧省的一部分的地方 那歐洲城呢 即是現在的大興縣附近 歐洲的太秀呢 叫做劉燕 是江夏景陵人士 是漢武功王的後代 他當時呢 聽說賊兵就到了 即刻叫校衛周靖 商量對賊 看看怎樣營敵 周靖就說了 賊兵多 我們的兵少啊 明公最好就是 招軍認敵 越快越好 明公就說了 你說得對 留言同意周靖的意見 馬上就出訪招兵了 各位 這槍招兵榜民 就不得了 就正正是因為這張榜民 發到來諾院的時候 引出了諾院的一位無名英雄 而這位無名英雄 亦都是這次三國裏面的 其中一位主角 若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Lincoln 理財資訊 拆卡買東西真的很方便 但累積起來的卡債要處理 就不容易 如果你欠有超過一萬元或以上的信用卡債 請馬上打給Lincoln減債專家 可以將每月付款馬上減少一半或以上 百分百保證有效合法 買東西要買名牌 因為有品質保證 處理卡數就要找有信譽保證的減債專家 Lincoln 917-720-1245 720-1245 7天免費諮詢 你是否再考慮買新車嗎 大家知道 時代車行在布羅倫紅黃後區 開了四間分行 任何品牌和型號 從貸款、換車到上牌 時代車行樣樣精通 服務周全又專業 四十多名專業經紀 為港大華人服務了超過四年 國產、日本、歐洲 應有盡有 能有多便宜就有多便宜 在布羅倫 拓展了時代第一家 超大華麗的汽車維修部 包括反金噴漆、保險股價 和紐約周年檢 真正達到一條龍服務 沒有第二道 比時代更專業、服務更完善 來時代一站過沒有煩惱 請快電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時代車行 又到清朗為大家介紹歌曲的時候 今天的音樂一樂 清朗送什麼歌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首 陳偉林的《瑞遠放手》 會不會有一個人 在你的心裡 其實一直都佔有一個位置 當時的你 其實根本不想放手 根本沒想過 沒有她以後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聽到這首歌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送給你們 《瑞遠放手》 曾某年某一天某地 時間如靜止的空氣 你的不忌給我驚喜 曾說同你闖天與地 曾說無悔今生等你 也不擔心分隔千里 多少歡樂常會味 天空中充滿氣氣 祈求在月上 不放棄不逃避 今天失落才明白 默默告你 越是懷念你 越怕沒法一起 誰得搞過 願放手曾精彩過 願溫柔 年年越越勢去 越是覺得心愛你 如果失落在這身 無需相見 在某年 圓圓圈共聚一生 也願意 愛這年 愛這年 這一天這地 從見曾此相識的你 笑得輕鬆 總大相悲 談你談我的身最美 無法忘記 當天的美 你的關心不光掩棄 多小歡樂常會味 天空中充滿氣氣 祈求在月上 不放棄不逃避 今天失落才明白 默默告你 越是懷念你 越怕沒法一起 誰得倒過 願放手曾精彩過 願溫柔 年年越越勢去 越是覺得心愛你 如果十日 在這身 無需相見 在某年 圓圓圈共聚一生 也願意 沿沿沿共聚一生 也願意 分手之後 到底可不可以做回朋友 如果可以找回對方 對方不理睬你 你会不会很失落 如果对方找你 你又会怎样呢 心里面 是有一个放不下的人 但是 我已经不想再找他 也不应该再找他 他也不会再找我 究竟 放不下一个人 可以用什么心情来表达呢 关心燃记李右心 唱出了我的心声 跟你迎流空天 默默英勇 年生我关手机 我也不太懂 跟你六年生活 一夜告春 来一巴掌 我会不会痛 我也想好 可惜不够力 回顾你思想 难道你 导致失恋敌人 被你 你女 你想知 在谷地如何 沉落出 你想到 刻意 埋头 雨落更空虚 原来你有心 但是我想问 以后也许 不能再开心 失掉你 我已不会做人 如何怀留另外人 原来已伤心 但也算好运 人家已不可能 这么伤心 总是到处伤心 也望着电话做人 期待你 对我算我仍然吸引 对我算我仍然吸引 跟见你 你真有 呼吸空气 才知失恋 方法夹我心 如醒 当我突然 心 身在客气 才知身边 踏下狠是你 原来你有心 但是我想问 日后也许 不能再开心 失掉你 我已不会做人 如何还留你爱人 原来已伤心 但亦算好运 日后也不可能 更伤心 之后我会去等 会遇着什么 是能令我开心 总是到处伤心 也望着电话做人 期待你 对我算我仍然吸引 原来你有心 但是我想问 日后也许 不能再开心 失掉你 我已不会做人 如何还留你爱人 原来已伤心 但亦算好运 日后也不可能更伤心 总是到处伤心 又望着电话做人 我已不会做人 也不可能更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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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更伤心 也不可能更伤心 不可能更伤心 另外青冬鲍鱼可以做冷饭 清炒或炆鸡 原来如此 你用厨臣鲍鱼请客 便宜了 厨臣鲍鱼总代理 东雄贸易公司 电话718-255-1068 做掌握 Majlun 执行 方面 开玩笑 小型 花sil 物贸易公司 可以开玩笑 有程 人来充足 的 平安市 那就是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的那麼好處?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都有用 免費用來旅行也不知多方便 對呀!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 就有一份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對呀!我順便買資生糖激活肌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見 上回就說到 泰秀留言就聽從他的校衛周證 頒布一張招兵榜紋 這張招兵榜紋就真是不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張榜紋發到來削院的時候 引起削院一個英雄 鑿遠就是今天的河北省 這個英雄不是典號讀書的 他為人性格歡和 少說話 喜怒都不容於識的 他有理想 有志氣 平時還喜愛結交天下英雄豪傑 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 但是大家不要誤會 並不是等於現在的兩米多那麼長 因為古代的尺寸是比較短的 漢朝的一尺 大概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七八寸 所以古代人的身高和現代人相比 實際上就沒有多大的差別 說回這個人的樣子 他兩耳垂肩 雙手就過失 雙眼還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 他的臉色就像玉一樣 又白又滋潤 他嘴唇紅紅就很夠血色 他就是中山正王劉勝的後代 漢景帝國下元孫 姓劉明彼自元德 對了 劉彼是漢朝皇帝的子孫 為什麼他會在獨院來的呢 這樣的 當日中山正王劉勝 他的兒子叫劉貞 在漢武帝的時候 就封了他為獨六寧侯 有一年 皇帝就去拜祖先 趙麗 所有的諸侯都要帶金來獻祖 那個劉貞 居然沒有按照規矩獻金 這樣就激怒了皇帝 皇帝就削去他的喉雀 因此就留下這一支紙貼 在獨院來 而劉彼的爺爺叫劉雄 父親就叫劉弘 劉弘就曾經選拔過做孝廉 又做過一些低級的官吏 不過很早就死了 劉彼自小就沒有了爸爸 所以他很孝順他媽媽 當時他家就很窮 靠賣草鞋即隻過日子 他家就在獨遠樓桑村 在他家的東南面 有一棵大桑村 成五丈多高 知業謀盛 遠遠地看上去 好像皇帝坐車的車蓋 是這樣的 好夠威的 所以有個看風水樓 走過看見就說 嘩 在這一家 日後一定出貴人的 劉彼小時候 有一天 和小朋友在樹脚玩 他就說了 第二天我做了天子 我車的車蓋就要這樣的 他這句說話就被他叔叔留言起聽到 覺得就很驚奇了 他想 嘩 這位弟弟哥 不是尋常人來的 他見到劉彼家那麼貧窮 就時時去周祭他們 劉彼到了十五歲之後 他媽媽就叫他出去遊學 他就拜鄭元和盧直為師 鄭元是當時最有名的學者 同時他還結識了公孫贊等來做朋友 及至現在 歐洲太秀劉彥出榜的時候 劉彼已經二十八歲 劉彼看完這張榜文之後 唉 長嘆一聲 怎知在他後面有人大聲地說 嗯 大丈夫 不同國家出力 唯什麼事嘆氣啊 劉彼就立刻回頭看看 見到那個人身長八尺 炮頭橫眼 染陷腐甦 開聲就如行淚 威勢就如奔馬 劉彼就問 專家高誠大名 我姓張明飛 智易德 是鐵棍人 我家田地不少 平時賣酒湯珠 至終已結構天下浩傑 仙頭呢 就見到仁兄在嘆氣 所以就問你一聲 我姓劉明飛 本來是漢室中親來的 現在聽聞黃金作亂 很想說去破賊安民 唉 就是怨自己無能為力 所以先頭才嘆氣上來 就是 這樣啊 對了 我也有些家財 我想招募一批香勇 和你一起去打黃金 做一番事業來好嗎 唉 那就真是好到極了 前面就有間酒店 我們去喝兩杯 咦 喝酒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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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比 唉 什麼呢 袋子沒有錢 他喝酒 待會喝完酒 怎知道誰給錢 嘿嘿 張飛這個人 可謂操中有勢 他見到劉比那身衣服 就知道他不是一個有錢人 所以他就說 我做東 不要來那麼多了 請 請 劉比就很高興 就和張飛進了一間香村酒店喝酒 正在喝酒的時候 見到一名大漢 推著一輛車 來到酒店門口停下來 然後進來坐下 叫個酒保就說 小二 快點拿酒來 我要趕著入城 去投軍 劉比就看一看那個人 見他身高九尺 鬚長兩尺 綿魚蟲組 純若抱枝 丹鳳眼 餓茶味 威風淋淋 雙貓堂堂 劉比就請他過來坐 就請教他專聖大名 那個人就說 我姓關 明月 至長生 壽尾又改造雲牆 是河東蟹良人 因為當地有個土豪 此世欺人 無惡不作 被我殺了 壽尾我逃難攻 已經五六年了 現在 聽到這場招兵殺賊 所以特地走來投軍 劉比聽了 也都將自己的想法 告訴他 關文祥很高興 喝完酒 張飛就請他們兩位 回家商量大事 張飛說 我這裏後面有個桃園 現在正在開花 非常之茂盛 明天 我們就在桃園拜祭天地 我們三個人 結為兄弟 揭力同心 那我們的事業 就一定能夠成功了 劉比和關雲牆都說了 那就真是好 我們的心都是這樣想的 第二天 在桃園裏面 買好香岸 香足製品 烏牛白馬等等 都準備拖當後 劉比 關羽 張飛這三個人 聚過連羹 依住次序 焚香叩頭 跪在這裏發誓 稟告黃天候土 貨王神令 弟子 劉比 關羽 蔣飛 雖為異性 今日結為兄弟 同心協力 救困扶毅 上報國家 下安百姓 禍福與共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若有貝義亡恩 天人共路 發言誓 關羽張飛對著劉比說 大哥在上 請受小弟一拜 兩人扣了頭給劉比 然後張飛就對關羽說 二哥在上 受小弟一拜 講完 張飛又對關羽扣了頭 祭完天地 接著就湯牛擺酒 還聚集了鄉裡的勇士 總共三百多人 在桃園裏面 同飲一餐 當日盡慶而散 翌日 他們在收拾軍器 哈 就是沒有什麼好的馬匹 正在發手 家人就報告說 有兩個客人 帶著一班伙計 趕著一大群馬來莊上求見 說 留給聽說 就歡喜了 嘿呀 真是蒼天保佑 這次 於是就跟關羽張飛 一起出莊迎接 原來這兩位來客 是大商人 他們連年都去北邊賣馬 而近日 就因為黃金造反 兵方馬戀 所以才回頭 留給就請他們入到莊 擺酒就歡迎他們 在喝酒的時候 留給就說起 他們三兄弟想討賊安雲 那兩個大商家 聽到就很贊成 這刻就說送好馬五十匹給留給 還贈送金銀五百兩 上等好鐵一千斤 哈哈 這次就得反了 留給多謝這兩位客人 送別了他們 就叫家人叫了個手藝精良的打鐵師傅回來 訂造兵器 做什麼兵器呢 留給就要做雙古劍 關羽呢 就要做青龍掩穴刀 又叫做冷艷腳 八十二斤重 帳肥呢 就要做帳八點鋼矛 另外呢 就每人都做了全新的海鴿 不用很多人 兵器和海鴿都做好了 又召集多二百多人 即是呢 總共五百多人 這一日 劉關章就帶齊人馬 去到歐洲求見校衛周靖 周靖就帶他們去見太秀劉賢 三個人參見袁北之後 就各自報上聖名 劉備呢 還說一說自己的中泰出身 留言一聽就歡喜到不得了 馬上就認起親戚上來 叫劉備做乖侄 幾日之後 得到報告說黃金賊賬情願之 帶著五萬兵來打雀棍 劉賢就命令周靖 帶著劉備那三個人 統率五百精兵前去破敵 咦 人家五萬人 你才五百 不是一比一打 不用怕的 何止說不怕 劉備他們 都不知道多高興 因為已經有立功的機會了 他們帶領部隊 來到大興山下 就跟程遠志的人馬相遇了 程遠志這一班人 每個人都用一條黃色的頭巾插著額頭 當時兩軍相對 劉原得出馬 左有關雲長 右有張易得 他用條馬邊指著對方大馬 你個反國易賊 還不及早投降 程遠志就生氣了 他派副將鄧茂出戰 張飛挺起張八蛇矛 挺馬直出 去 手一起 就刺中了鄧茂的胸口 翻身落馬 死於非命 程遠志就見到鄧茂被殺 自己就拍雅武刀直取張飛 關雲長就舞起青龍點穴刀 飛馬就迎上去了 程遠志見到 哎呀吃了一驚 手足無粗 正在不知點好的時候 關雲長就手起刀落 將他斬成兩絕 那幫黃金兵俊 看見主將程遠志都被人斬死了 立即就四散逃走了 劉元德就指揮部隊追殺過去 投降的就不計其數 那就大勝了一場就回到歐洲 太秀劉元就親自出來迎接 還打上衛龍的軍事 到了第二天 接到青州太秀拱拱的一卷文書 說黃金兵馬為成 就不快失手了 請歐洲派兵去支援 劉元就找劉元德來商量 劉元德就說很願意去救他 就這樣說了 於是劉元就命令周靖 率領五千精兵 聯同劉關章一起去救青州 青州城呢 就在今天的山東省劉之縣附近 他們日夜兼程就趕到去青州 那些賊兵見到救兵來了 就分兵混戰一場 劉元德就因為兵少打不贏 只有退後三十里紮落刑寨 他就跟關雲祥和張逆德就說了 賊兵人多 我們人少 一定要出奇兵才能取勝 於是就叫關公帶一千精兵 埋伏在山左 張飛就帶一千兵埋伏在山右 張靖就打羅為號一齊出來接應 古時打仗 一般就以打羅為收兵的信號 現在劉比又調轉頭 用打羅做進攻的信號 他就佈置好了 第二天 劉元德又和周靖大兵進攻 大聲鼓吵 我殺啦 那衝上去 當賊兵來迎戰的時候 劉元德率領軍隊馬上撤退 賊兵當然趁勢追殺 突然間追到山領 其中一旁旁旁聲地羅響 左右兩軍一齊殺出來 劉元德也馬上指揮部隊 回身殺回去 三路夾弓打到賊軍潰不成軍 一直追到清州城下 太秀鞏鯉也出城助戰 終於把插兵趕走了 這一仗斬殺了不少插兵 還跟青州解了為了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若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奶奶,其實是廚神鮑魚很棒的 廚神鮑魚? 是啊,我和香在大酒樓做大廚 他說廚神鮑魚有紅燒和青湯兩種 可以用紅燒汁炆海參、冬菇 另外青湯鮑魚可以做冷款、清炒或者炆雞 哦,原來是這樣 你用廚神鮑魚請客,便宜了 廚神鮑魚總代理東雄投疫公司 電話718-255-1068 嘩,有好處啊 快點拿手機和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的這麼好處?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不是便宜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都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是啊,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階六八零六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便有一份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正好,我去買資生糖激活肌護膚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六八零六號明顏芳見 在今天欣利一落這個環節 我大伯會介紹大家 我最愛的男歌星周華健 愛一個人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當你見到她的時候,你會覺得很甜很甜 愛是沒有原因 也沒有理由更加沒有條件去付出 愛是一種發展內心的情感 有人說,只要你見到對方的幸福 即使她身邊那個不是自己 都會一樣去關心 這些才叫做真正的愛我 真正的付出是不計較收穫 每條人生的路都很難走 但是只有上天知道 但是我不怕,我也都不會去認輸 和你一齊所有的花開花落 歡喜的悲傷 我都一樣會這麼珍惜 下雨的機場就好像下雪的感覺 我在出境的大堂,自己一個人等 想著這個旅程,一個人來,一個人走 我會將我應該帶走的,我都會帶走 連你不想要的,我都不會留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傷感 但也沒有人需要來救 這種心情之下,我會選擇自己離開 送給大家一首歌,歌名叫做 《其實不想走》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要我 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不要相信我,再不用多喝酒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 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怎麼會不懂我,怎麼會不知道 女人的心思脆弱 女人的心思脆弱 寂寞不是我不能夠忍受 寂寞不是我不能夠忍受 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 其實不想走 其實不想走 其實我想走 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從山到山頭 我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哪要相信我,今生一起度過 你要相信我,今生一起度過 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其實不想走 我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我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就不懂 哪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哪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哪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就想走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答应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就想走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就想走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即使不想走 即使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又到了我大伯介绍歌曲的时候了 今天介绍这个女歌手是郑秀敏 当每一个人的心里最痛苦的时候 表面上是不会表现出来的 虽然累积了很多疲倦 要抑压着很多的情感 但再负累 我们都会愿意去背 这些就叫做爱咯 情感 情感是留在温泉里面 但这个世界 又哪里有这个乐园呢 没有缘分承受的美丽 只是可以留在心底的里面 每个人都知道 景色都会换季啦 但又哪个真是可以呀 让飞走的白雪 在掌心之中握过勢呢 就算再这样回去温泉里浸 那心 都已经是冰的啦 在你一双手 是有多普通 但当时我是没有法去形容的 但当我真正放下 我才真真正正明白 爱情对我来说 是有多重 你一路背着我走 累到我学会了 不够爱我的人 就算再美丽 都只是一场梦 爱情 爱情的感觉就被人不分轻重 是不能承受的回忆 这些所有的一切 现在只可以留在我的心底 在这里 我大伯今天要送一首歌给大家 歌名叫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悲 因为她需要 隐藏她的悲 因为她需要 隐藏她的悲 每个人活着痛这首歌 乐着破年脾去抹黑虚伟 只让我流泪 cause maybe I care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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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痛苦的人 忘我 表面上 表现得最坚强 最受苦的人 永远看不见 最受苦的人 永远看不见 永远看不见 因为她需要 照顾你的悲 都被人 生命中不能承受 每个人都被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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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更加可悲 雪流不值得 想和你偏偏 让你不顾一切的旁边 全都看不见 跟爱断了线 我们都会分纵 请你相信我 我是你的寄托 I know you hurts Cause I know you care Everyone hurts 愿意的愚蠢 我们生命依旧不能承受的美 每个人活着疼着伤动了 就默奈皮去默奈示威 最重的负累 我愿意你心里最痛苦的人 问我 表面上约显得最平常 Hello,大家好,我是车车 别听到我的声音好像很温柔 其实我是一个女汉子 平时很喜欢去跳散、滑雪 或者会常常去游乐园乘坐过山车 跳楼机之类 以前还会踩着男装摩托车 在路上一百多公里 可以在路上超级刺激 不过我觉得最开心最刺激的事情 就是在美东市电台分享很多很开心很刺激的事情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收听车车的节目 例如心情笑语,星座与你 还有新闻报道 希望车车的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拥有好心情、好笑容 和大家度过开心刺激的每一天 多谢 我敢说,你敢听 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东市电台的Rachel 要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立刻刷我们的QR Code